在冲突理论里面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一个就是当你内部有问题的时候 就转移到外部去 第二个当你没有能力按照你的方式 结束一场战争的时候就扩大战争 以色列现象就是这样 那当然当这事情发生了之后 对伊朗来讲值得关注的是伊朗 因为伊朗 在我们在看金庸小说的时候 波斯人带着圣火令 明明教的那样子一种 感觉上面来讲 就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国家 可在中东面对到以色列 以色列前前后后跟着美国 已经让伊朗 已经最少连中四枪 从苏雷曼尼在巴格达 美国公开讲是我杀的 美国杀了苏雷曼尼 其实就已经开启了已经将近50年 在国际社会当中形同默契的 不应该再用任何暗杀的手段 达成政治目的 可是当美国这样做了之后 在这个世界几乎就开进 以色列之后你看到他 不管是到伊朗的境内 也在巴格达夫 也在德克兰附近杀了他的科学家 核子科学家 你看到也不过就是两个多月前 三个多月前的时候 用F-35用导弹在大马市四格 杀了他的圣城旅的几乎 把圣城旅指挥官团灭 再加上这次的汉雅的事件 对于伊朗来讲 或许他会觉得说四可忍孰不可忍 可是伊朗在面对到以色列 在中东地区这么嚣张的 在我的境内杀我的人 如果你都能够忍得下去的话 这个在国际法里面 所以工地的标准 你看到印度被怀疑 到了到加拿大呢 可能呢去去杀了一个 席克教的教 一个教室 你看到呢 加拿大的反应 你看到美国的反应 好像呢 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你想想看当年 当年刘宜良江南的案子 你看看美国会会放过国民党 会会放过蒋经国吗 可是今天伊朗在面对到 以色列在几乎在中东地区 如入无人之境 渔曲与求 伊朗所表现出来的脆弱 伊朗在面对以色列 除了出一张嘴之外呢 几乎呢 无所作为 他会大大的削弱伊朗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以及呢 在这什叶派当中的公信力 哈尼亚 巴勒斯坦 或者现在哈马斯 哈马斯是逊尼派 逊尼派的领袖 他为什么不会去躲在 逊尼派的大大国 躲在沙特 他为什么要躲在伊朗 你知道基本上他们逊尼派 都已经呢 被美国长时间来控制跟收编了 躲在伊朗 一个巴勒斯坦 哈马斯 逊尼派的领导人 到 到这个 到德黑来 甚至于呢 是躲在呢 伊朗的保护之下 现在呢 在中东地区呢 在深远 哈马斯的 全都是逊尼派呀 全都是实业派呀 逊尼派几乎没有人敢敢讲话 可是这次 以色列所采取的攻击行动 美国也不要客气 这个是世界上面呢 没有人相信呢 没有美国呢 睁眼闭眼 毕竟 纳唐亚胡才刚去过美国 上个礼拜 人还在美国呢 才刚回到以色列而已 就发动了攻击行动 杀了呢 杀了真主党 你说呢 真主党呢 去攻击你呢 你北部的边境 造成你的人员的死亡 好吧 那请问你这个呢 哈尼亚呢 哈尼亚 他是实质的 现在的哈马斯的领袖 在这场的 这场的冲突当中 哈尼亚几乎 如果以色列呢 对哈马斯 对加萨地区 是用种族灭绝 对哈尼亚呢 是超加灭族 哈尼亚的家族的成员 最少60个人 已经在死在 以色列的攻击之下 但最重要的是 这件事的事情 还牵涉到两个国家 第一个是中国 中国才刚调解了 巴勒斯坦的 14个教派 的一个团 团结 这个里面哈尼亚 虽然没有到北京 可是每个人都知道 这是哈尼亚同意的 但是刚达成了 14个教派的团结 以色列就动手了 你把中国放哪里 第二个是法国 法国在今年呢 才两个月前的时候 马克龙呢 在跟了习近平 习近平到法国 访问的时候 马克龙特别跟习近平 在共同的 共同声明里面提到一点 马克龙希望习近平 支持奥运修兵 奥运期间的时候呢 大家呢 让战火兜兜兜兜平息 大家好好的运动比赛 呈现World Peace 可是呢 在奥运期间会动手 这个呢 对以色列来讲 是干冒呢 国际是大大不会 在法国在办奥运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呢 动手转移了 整个奥运的焦点 法国面上挂得住 挂不住 或者纯粹是面子问题 中国到现在为止 对这些事还没有反应 我们刚看到许多国家呢 在谴责以色列 中国还没有讲话 中国的反应是最关键的 现在因为本来 以哈在和谈嘛 这边谈 这边战事修兵等等 所以他们就讲说 你就把那个哈马斯 谈判的最重要的人 把他给炸死了 你还要和谈 谈什么呢 兰轩 对目前这个状况真的是 我觉得对中东局势来说 真的是还蛮复杂 蛮雪上加霜的 因为先前的话 从黎巴嫩去 跟郑主党去攻击了 这个以色列 造成这个足球场上 很多的12个小朋友 死亡之后 大家就在看 这个中东局势会怎么样发展 就没想到 这个以色列采取了双杀的 这样一个报复的行动 所以现在等于是 先前的话 球丢到以色列手上 所以以色列展开了行动之后 又把球丢回了 这个伊朗跟哈马斯 到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伊朗跟哈马斯 嘴巴上面都说 要严厉的报复了 但坦白说 刚才湘露有特别提到一些 就是说这个局势的 整个的复杂的状况 现在到现在为止 看到最新的消息 虽然美国否认 他们中间有任何的介入 也说事情不知情 但是你看他们的国防部长 奥斯蒂他已经表示了 他说只要有任何 攻击以色列行动 美国是站在 以色列协防的角度的 所以看起来美国的话 我觉得他这一次的态度 显然的看起来 有点点即便说双杀的结果 导致了中东局势的复杂化 其实美国不见得是乐见的 因为目前他们在进行总统大选 但是的话 他们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从奥斯蒂的说法里面看起来 似乎还是会挺到底 去挺到底的话会不会让伊朗方面 在这一次嘴巴说要严厉的报复 然后事实上行动上面的采取 会不会稍微的有所转环 我觉得这部分是可以 去观察一段时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上次的话 以色列在叙利亚 就是攻击了伊朗的 驻叙利亚的使馆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 伊朗也是强力说要报复 但他报复之后 就打了300枚的飞弹 看起来规模很盛大 但是有点像烟火秀 就没有真正造成以色列的 实质上面的一些伤亡 所以等于是形式上面 达到了一个报复的行为 实质上面的话 并没有扩大中东的战事 这一次会不会那么简单 会不会那么幸运 我觉得这部分的话 要进一步去观察 因为目前的局势看起来 是确实很复杂 对伊朗来说的话 如果说他这一次吞人了下来 跟上次一样 坦白讲确实 我觉得伊朗在中东地区 你是不是还有任何的立足之地 你的颜面也好 国家的尊严也好 如何的维持下去 尤其是目前看起来 哈尼亚 哈尼亚基本上 如果他不离开卡达的话 坦白说 以色列大概也不见得会打他 也不见得转动到他 或者他至少承诺卡达 他不会去动手 但是问题你一出了卡达 一到了伊朗 马上就歼灭了 就是狙击了 所以我对伊朗来说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相当程度的一个 政治上面的考验 对于伊朗来说 我觉得他可能要考虑到的是一个 中度的局势之外 还有一个美国对他的制裁 因为美国 现在伊朗的整个的经济状况 事实上是蛮糟的 所以新的总统上来之后 其实是不是 美国对他的制裁 是有可能宽带 有可能通过核协议的方式 重新给他一点喘息的空间 这部分本来美国跟伊朗 是有在商讨当中的 但是如果说这次伊朗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报复行为的话 会不会因此而导致了美国 对他的制裁继续的加重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显得出来 整个中东局势的 非常的复杂的部分 包括中国跟俄罗斯 事实上中国的态度 今天有谴责 有出来谴责 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 他是出来谴责以色列的 只是谴责是一回事 但是会不会实质采取行动 因为我觉得在中东地区的话 近的看是阿拉伯世界国家 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在拉远点开始中国跟美国 或者说美方西方 以及中俄在那个地方的 一个利益的争夺 所以这部分的话 等于是牵一发动全身 所以目前看起来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紧张 所以很多飞机也不飞 然后很多航运指数都不断的飙高 风险往上飙 但是会不会是一个 斗而不破的一个紧张状态 我觉得要看这一两天当中的 局势分析 但是我们可以去预知的是 任何一方的 如果有任何的行动 事实上全球 我相信它的要付出的代价 都会非常的惨烈 这个上上 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 大陆跟俄罗斯的战机 轟六加上战机 就飞跃了阿拉斯加 美加当然也战斗机上来 第一次大陆飞离了本土 一直到了 过第二岛链 然后到了北美去 这个意味什么 刚刚那个话题 就从纳坦雅胡的 在以色列的状况 然后你看看 大陆不断在尝试 做调停的动作 包括俄乌战争 包括以色列跟哈马斯这边 都期待调停 可是美国 跟大陆在对抗的美国 到处在三风点火 希望用代理人战争 然后从战争里面 他到底要得取 什么样的利益 刚刚谈到这个 以色列的纳坦雅 他本来在这个 哈马斯启动攻击的时候 他的民调是很低的 他内部几乎已经快 位置坐不稳了 所以他当时第一瞬间就是打 打了以后就开始把内阁 暂时内阁 现在这样子内阁也解职停了 所以整个形势对他来讲 是政治形势是相当不利 所以最后这一次很可能 很极大可能就是为了报复 前两个礼拜的攻击 所以才会发生这个 那你再看看整个大陆的演习 然后大陆对外不断的释放和平的气氛 要用一带一路 然后要用经济共荣 他完全没有提出说 用武器用武力去侵略第三国 然后要崛起他的经济利益 所以再看看台湾 你讲到说川普准备要用这位先生 我们现在是2.5% 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希望台湾达到GDP的5% GDP的5%就几乎我们要编 一兆2000亿的预算 各位我们现在今年大概 会来到两兆八九千亿 那你等于一兆2000亿 就是几乎用了40% 40%的预算用在国防军事 那另外人事费用就占到40%到42% 那你剩下所有的老人保祖 龙肥保祖 参中力士保祖 夷修律保祖 生孩子保祖 除了那都不用说 那你其他所有建设全部停摆 那你就淹水继续淹水 那你多了一些飞弹 多了一些战机 再来我们所向老美购买 我们确实要护卫我们自己的岛屿 我们的土地我们自己捍卫 可是你卖给我们的 你提高我们多少成本 我们战斗机 别人买一架是22亿5000万 我们买一架是将近66亿 我们用买F-35B的价钱 才买到F-16 那F-16只要真的最倒霉的 就是说真的避免不了开干了 第一瞬间 我们所有台湾任何机场 连我都知道我们机场哪些跑道 就不用讲中国大陆 那整个第一时间 被这些导弹毁掉了这些跑道以后 你买这些F-56包括AV升级CD 包括EFG都一样没有用 你飞不了 你看看乌克兰第一时间 被钳制了以后 他一点制空权都没有 所以如果今天美国很有诚意说 要我们制度的提高我们的预算 可以 你先坐下来 我帮你特制量身定做一套 我给你什么装备 我F-35B可以垂直起降 我可以提供你 那你其他怎么样 如果你愿意这样跟台湾 你不是 你都出一支手 然后说一说就叫我们买钱 落到现在钱 1千亿 2千亿 4千亿 5千亿 拿去行 叫你狗木器 你说没行 钱拿了 武器不来 现在有220亿美金 对啊 6千多亿 那这些武器拿到哪里去 他拿去给乌克兰 先给了乌克兰 包括海马斯 包括爱国者 再来 他给乌克兰是要什么 要算账的 他是另外这些钱多少钱 将来乌克兰要还的 然后他卖给我们多少 他卖给乌克兰多少钱 一定拿我们的军头博去 把我们付的成本的这些武器 他是高价卖给乌克兰 然后他现在进驻 没收了乌克兰这些国营企业 将来都要还债的 如果今天台湾面临到这些 台湾不比乌克兰 因为他美国了解我们 有很多外汇存底 我们有很多钱 他要来拱台湾是这样的 他是看到我们有很多钱 因为搞乌克兰 他已经得到很多经验了 这个要先垫款 台湾不用他不用垫款 我们有的是钱 武器不断的运过来 我们就不断的把钱送过去 最好台湾人的 为什么不能求和平 所以领导人没有智慧 还好我们看看清德兄 看看我们梁文杰说 从两国论现在到两岸 现在变成两区都能谈了 用一点智慧 台湾其实可以必战的 资贷很高 规资贷很高 当然因为农历7月1号快到了 你把两个遗体留在台湾 接下去话很多的 就是中国人对7月1号 其实很在乎的 第二个就是说 在这一次把渔船的事情 2月14号的状态 是做个收尾的时间 刚好是赖清德 在IPAC的场合当中 在大谈2758号的时候 其实一边办活动 一边给参与活动人 制造一种国际宣传 台湾对大陆基本上面 是很理性互动的 那个跟事实差距当然很大 不过这一次 在彭湖外海这事件 我觉得台湾应该要 应该尝试用另外一种的 交涉态度 就是问清楚 这个时候不是还在 你的伏济修雨吗 如果还在伏济修雨 上一次抓大金买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伏济修雨执行了非常的严格 全大陆12万条的渔船 全部进港 除了少部分要出来的 我所知道伏济修雨 并不是没有渔船出来 如果你的远洋渔船 各方要出来的时候 是需要特别取得许可的 那大陆方面可以去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些船 在澎湖附近 伏济修雨 如果1999年以前 伏济修雨是到7月30号 昨天是7月31号 如果1999年以前 7月31号你出来是OK的 可是现在的伏济修雨 基本都到8月16号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船 船过来 到底是你的伏济修雨 伏济修雨的范围 我们知道它包括了渤海 包括了黄海 东海南海 可是台湾海峡 在每一年大陆的农业部门 渔业部门所公告的伏济修雨 范围之后 台湾海峡都是个空板 就是它没有明确讲 台湾海峡到底伏济修雨 或者范围在哪里 渔船是怎么活动 都没有讲 台湾在这一块来讲 其实是可以针对台湾海峡的 就是说呢 我们从一个生态保育的角度 不用讲政治 生态保育的角度来讲 伏济修雨 台湾也支持 对鱼类是养护 但是到底时间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 大家的活动该如今 可以就这一点 去跟大陆去交涉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几条船 你能不能说明一下 他们现在回去了之后 会不会受到处分 让大家搞清楚 以后大家避免触法 第二个是 这一次对这条的渔船 撞了船跑了 比较特别的是 大陆的海警船到了 在过去没有 在过去如果你在海上 澎湖附近发生这种碰船事件 不会有这么快 有大陆的海警船 很快的到 所以大陆的海警船 现在执法的范围 已经很靠近澎湖海域 而且对它的渔船的活动 我认为它是知道 这个渔船活动 或者这个渔船 当它发生了碰撞 被台湾的海警 在追的时候 它很快的通报了 大陆的海警部门 表示未来 即使在澎湖海域 对方的海警 跟台湾的海巡 执法是会有进核问题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 不用大做政治文章 就是论事谈 你不是在福气休雨 为什么福气休雨 会有这么多的船 在这个时候 跑到澎湖 是不是我们记错时间了 美国有依赖论 对不对 老千条对美国 有没有什么信 但是它对日本 是性格的质格 这点你怎么听话 他说台南市场 在那里也做了很多事 我跟你讲 所有它光是日本留下来的景点 还有很多人去经历 所以我才会在那 十个景点 我跟你讲 北白川公就死在台南神社 后来改成体育馆 现在改成美术馆 旁边武德殿 台南州厅 警察厅 合同厅 欠业银行 再来零百货 所以我才在这中间里面弄一个未安护铜像 我去过 给你们来 来看看 他对日本是性格的质格 安倍晋三是他的行 现在回来了 好 各位要了解 这是赖清德的下一步棋 他在下一盘棋 他是有逻辑性的 他在选举的时候 你跟他选的时候 他讲什么 你都没注意听 他说不排除用核能 他讲过了 那也不排除到立法院 是依照宪法精神 跟立法院直选行事法 他要到立法院 而且他也愿意来 坦白讲 我们讲比较浪费 真的他来了113个委员 有几个能跟他对打如流 一比一对一的 我跟你说 他来的整个是他收割 他是在下一盘大棋 然后他说 你看他从佟子贤 释放这个要阻隔的信息 然后佟子贤对永和的说法 再来用了郭智辉当部长 再来卓榮泰当行政院长 这都是他在惊奇的 我跟你说 他最厉害的就是 爱吃鸡小鸡 欧减皮又鸡三十米 你说很青鸡 这就是他的本質 所以床上那边不要这样 你这样 他看起来 他有他的逻辑 我没有浪费五六年 第一个 他满足了基本教育派 我2025非和家园 达到了 蔡英文的任期只到2024 当时他从2012年 跟马英九参选的时候 就提出2025非和家园 如果你今天你落选了 你是一个很负责任 我又计划的 你2016才当选 你应该讲我2029非和家园 这才对 可是不是他就订2025 好 那为了让这个2025的审主牌 实现了 所以他明年一定 核三一定都停掉的 核四不可能重启 然后就表示 我2025非和家园 我达到了 我不管你台湾人民 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不管你企业 要付出什么代价 经济如何衰退 你跟不上 跟我没关系 那我再编一个9000亿 各位 太阳能光电有多少官商勾结 你还没办 清朝你还没办 蔡英文办了一件 台南光是一个案 就土利91亿 那么多案 你告诉我会办 卓榮泰你也跟我说会办 曾明谦部长你也说有分案 但你们还没有办一件 那你现在又搞了 我非和家园以后 他又搞了9000亿 要继续搞绿能 绿能是 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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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充满 又充满 吃糟糕 什么人在里面吃 很清楚 赖清德比我清楚 我听到的绝对都是他听到 而且他听到的比我多 我也深信他愿意打击黑津 愿意挑战官商勾结 请他你要办一件出来 不然你会漏气 他现在讲了 因为要重启 要研译 要检查 然后要测试 所以大概要五六年 所以他就提一个说2030 这就是测风向 卓榮泰故意丢出来 如果你今天出来澄清说 没有你们都误解 媒体台湾媒体都误解 日本媒体都没有误解 怎么会变成台湾媒体误解 而且你怎么会跑到产军 接受产军访问的时候才丢出来 这都穿铁在走 穿铁在走 穿铁在走 不必来这里 不必拔试 台湾真的面临能源危机 你也看到 人民2300多万人也都看到了 大家共同面对 你何必要再让我们苦了几年 那电价涨的算谁的 物价涨的算谁的 那整个产业AI内阁 没有电就变成会害的内阁 修 一定修 但你怎么修你斗不够他的 我跟你讲 民进党知法玩法弄法 法都千万条 要他们都自己抄 你不用烦恼 你对到他们 刚刚讲到法务部 法务部真的是 我看他是证明先是 二十几年来最有实权的 法务部长 賴清德是给他 所以要抬上了 抬上了 你这材败都小了 这个NCC怎么可以这样 他说补空窗戟 我现在也反对开门机会了 哪有什么空窗戟 你们现在搞个代理出来 就没有空窗戟了 哪有什么空窗戟 这个就标准的给打手 一个荣誉 就是给他代理主委 靠赏他 我也觉得 我觉得你说是纯粹靠赏 我不太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太诡异了 而且太匪夷所思了 就是说明明是一个任期 已经终止了 而且立法院通过 不再延任的一个人 你突然间让他延任 而且不再延任 就还让他去代理主委 然后的话 本来大家都知道说 法令通常来说立法院通过之后 总统公布就是实施了 还有说总统公布不实施的 还要等到行政院同意 才可以实施的 所以你觉得太奇怪了 我觉得这一面就代表里面藏着 可能你不可言说的一些秘密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一段时间 我本来以为说 这个什么10天之后 总统公布公布公布之后 三天之内实施 所以他有13天之内 要想要干嘛 现在可能还不止13天 可能一个月 可能两个月的时间 他到底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不见得不可能 因为我们刚刚在 晚会刚才特别掉 我看到温伯宗这个人很诡异 他当年就不断的说要让NCC的法案 尽快通过 就是人事令尽快通过 他那时候竟然用那种情绪勒索 说如果你不通过的话 iPhone16就没有了 这种话 NCC的副主委讲得出口 你不觉得这很匪夷所思吗 所以听起来我觉得 他几乎是配合上面演出的 那样的一种角色就是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赖庆上任之后 包括我们刚刚在讲到 这个合思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他理直面子都要 两面讨好 多面讨好 什么事情都吃豆腐两面光 什么东西他都要占尽 你看这个不只是 你看对于这个合思的事情 又要去讨好基本教育派 然后又要对外说 我有在考虑合能 你要考虑合能 你就现在考虑 没有到2030年 你卸任之后才要考虑的 然后再来的话 你真的要考虑的话 你看现在任何的有关于 包括这个赵先生提到的 盒子设施的法相关的修法 民进党有人要提吗 没有人要提 如果你真的真心诚心说 我也有考虑合四 那怎么没看到 你在提修法的事情 不是吗 而且过去未来这段时间 6年之内 你说2030年可能要用合四 请问未来这6年期间 你店够吗 你店家不涨吗 你绿电有吗 你都是要用脏电吗 你不是要用废发电吗 要用命发电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民进党来说 都不重要 对他来说他只要那种坚固维持政权就好 所以回到NCC这个话题 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今天突然之间两个新任的委员 他告诉你说 哇当初怎么样的说要关中间 现在突然之间讲说 哇什么什么政媒集团化是民主危机 到底是谁酿成民主危机 我们所谓的民主危机是一件事情 法制是民主的基础是一件事情 你看不再是民主危机 连法制都出现危机了 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太可怕 就是说民主随你讲 法制随你玩 这是我们要的政府吗 是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你真的觉得这两位学者 有时候 我以为以前是学者 我们实在对学者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对于学者在未来 在过去段时间 NCC很多的主委跟很多委员 几乎都是学者 但坦白讲我觉得依赖这些学者 可能他们对于实务当中 未必真的那么了解 再来的话很多学者 就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联聘的过程当中 他就已经挑选了若干学者 所以刚才赵先生讲到事实上是 那时候从总统府流出来的文件里面 讲到这两个偏率 然后中间还讲说 所以针对关中间的政策 他们会支持 所以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上 如果说这两位学者 不是这样的人 我完全超然 我们有一个政治立场 他就出来讲话了 他就可以出来讲这一段叫做 正媒集团话 事实上是台湾民主的悲哀 那个时候不讲 那个时候甘为别人的棋子 然后真正就做出了 关中间的行动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关中间 大家会觉得关中间 你是有立场吗 不是 然后禁电室 大家不要忘记 所以我觉得最可悲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你觉得媒体那么多了 怎么还允许禁电室 就是 所以如果你当初讲到 中间应该关的理由 你就不应该再去通过这个禁电室 而且那时候还讲到禁电室 不做任何跟政治有关的东西 他现在不是一样做了吗 所以我的意思说 到底NCC在审什么 这些从学界来的人 他到底替我们的台湾的 整个的媒体的生态 整个的媒体的文化 替这些所谓的要为人民喉舌 监督政府的这个生态 他到底尽了什么力 我觉得这份真的是 画了非常非常大的问号 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在讲到 温伯仲这个事情 重要的地方在于说 过去的NCC大家满意吗 你觉得最简单 你满意吗 你觉得过去的NCC的委员 有谁真正尽到他们该尽的责任 如果没有 凭什么延任 不但是延任还当代理主委 而且还现在还不晓得要代理多久 这中间不是有猫腻吗 龙介兄 正媒集团 清德兄你很清楚 什么是正媒集团 你当时在台南市只要受到委屈 你就跑去接受这一台的专访 对吧 我们不是跟你讲吗 他买了台南市一个学校用地 后来你要准备把它解编 那不是我们出来选择就对了 赚几倍你知道吗 最少已到今天 这台子还贏的 最少赚18倍以上 18倍 好 那屏东 我说你办郑文昌我鼓励你 给你一个赞 可是你现在用的人 有比郑文昌干净吗 正媒集团 土地怎么弄的 在屏东有没有 人家要申请许可开发 你搁置它 然后找一个四十几台的 也有五十几台的 五十几台的 找那个集团 媒体集团 叫人家卖一半给它 同意了 就把你这个要开发的标的 卖了一半出去 我才准你开发 你民进党就是这台阁生的 你不知道吗 要过来 来欢迎说 我钓政令给你看 这两个人我是很看不起他 但是算勇敢 你点出这个问题 表示这不是只有我看到 我听到 对不对 有的人来投诉 那当然有权利 你有政权的人才会有贪污 上下其手的空间 那在清德你一直说你要打击黑军 挑战官商勾结 跟我一样 我没有看到你在做 所以我要时时刻刻提点你 什么哪一个案要办 哪一个案不办 他们现在搞到最后说拆火了 我没有 那边我没关的 人死了所以我都没关的 对不对 你还派到人家里面去当中常委 就等于掌控执政党 然后进入执政党的核心 再来所有的NCC 监督的这个单位以下 行政院各部会的资源预算 还要编标案给他 现在在搞一个比较快的 吃得比较快 比较大碗的就对了 一次电影補作整个 两个三个就做一次去 拿去看你会打什么皮疙瘩 我也很厉害 你怎么補作一条 我们就拿来 我们亲的人就可以拍一次片 可以搞个两三亿 高嘉瑜来做最佳女主角 他现在没办法 可以唱主题曲 可以唱主题曲 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 它都已经没有规矩 而没有规矩也不会受到惩罚 舆论也很冷淡 它基本上就是媒体环境所造成的 不管我们刚刚讲的 你看卓农泰的讲话 日经新闻是白痴吗 不知道台湾的政客 或者民进党讲话就那个调子吗 我可以教一些外媒 因为他们经常会想要访问官员之后 然后就在那些文字当中 做刻意放大 符合自己想象需要的解读 当民进党说不排除什么的时候 他就是排除 当民进党说可以讨论的时候 就是仅止于讨论 当民进党说 我们要设一个专案小组来研究 就是不用讨论 你真的可以开个外媒训练所 他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些外媒总是煞有歧视以为 他说可以讨论 他说不排除 我看他就是不会 卓农泰只是可以沿着一张脸 去对着外媒鬼扯 对日经 日经新闻 怎么样 对台湾的报道很多 在写台湾报道是哪些人 基本上就是你民进党同意挂的 同样的今天 大家在讨论NCC的时候 NCC其实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 我们到底今天还要不要讨论 有关于就是说卫星电视的资源 是不是还要去认真的思考 它的稀有性跟有限性 还要不要给NCC审造权 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 今天的卫星电视 低轨卫星都已经满天飞了 卫星的资源将来是很丰沛的 它基本上面 已经不再具备稀有性了 顶多只是我们在局限 为维护cable业者的利益 是cable是那些有线电视业者利 而不是这些所谓的 有线电视的有限性 没有这回事 你给NCC莫名其妙太大的权利 而这种的权利可以去钳制 特定的资本跟特定的媒体 那两位委员 我不知道当你最后一天 你好像 好像人之江江走奇烟野善 你戴口罩干嘛呢 让我们认识你一下 我也不知道就最后一天了 当官当到最后一天出来 出来讲肺腑之言的时候 是见不得人吗 需要戴口罩吗 堂而皇之 你说有疫情吗 我们在这边有两个人戴的 我们天天不都在喷口水吗 你有看到我戴口罩吗 你在路上看到我唐强龙 然后吐口水 你知道那个是唐强龙吗 可是这两个委员在路上 我不认识啊 就是委员们 如果真的要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请问你当初2020年 中天审的审照的时候 为什么7比0呢 你们那时候在投票的时候 是怎么想想这件事的 你不知道把中天 从52台拉下来 是很爽的事情 塞一个没有收视率的 华氏在那地方 代价而沽 把整个的所有的新闻频道 从头排到我就全都是绿的 讲话用含糊其词的方式 正媒一体化 谁不知道 可是你讲的是各打50大板吗 你是说蓝的绿的白白的正媒 都在集团话吗 你会不会太客气 太谦虚了一点 人都到死了都还不敢讲真话 我们还要假装去捧他一下 他们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他们好像呢 好像有了一点点的良知 开始讲一点点 符合实际理解需要的话 那叫那符合实际理解吗 他还是在讲空话 何况他基本上面过去几年 基本上面就是筷子手 是助纣为虐而已 我们看到刚刚在讲到 就是说这种的正媒集团话 谁不知道呢 谢龙这些刚话讲一半 讲到中天 中国时报 今天用寒沙摄影的方式 正媒集团草地皮 然后呢 然后呢 牟利如何如何 然后呢 寒沙寒沙摄影的草地皮 然后呢 土地变更 你在讲讲什么 你讲的不就是 当初赖清德 还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有没有把一个学校 做地幕变更 地幕变更之后 要土地海派的林坤海 有没有 你说讲得清楚一点 就好了嘛 干嘛还需要 中国时报写这种新闻 还需要喊上 我觉得我的中国时报 也可耻 我过去是中国时报出来的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为什么 因为当初 当初我会 原来我和陈凤鑫 我们在中视做节目 为什么突然间就不做了 就为这件事 当我们在谈谈这件事的时候呢 中国时报的上层 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谈 为什么不可以谈 我说 我说这新闻上面都有啊 调查局也确实呢 曾经一直在调查这件案子 这些呢 都是公开资料 而在当时这个地幕变更 确实是台南市 话题性很高的 那是赖清德市 又牵涉到林坤海 为什么不可以谈 就是不让我们谈 他说你谈着我仗简 因为我们是用录的 之后第二天我就不去了 到现在为止 我说如果你当时 都不让我们谈 今天你在写些什么东西呢 你的写的都还没有 比我今天讲得清楚 跟那两个NCC委员 有啥不一样 那两个NCC委员呢 如果呢 如果呢就是呢 就是呢 邮报琵琶 半遮面 你今天中国时报 作为自认为所谓的直报 写新闻写到那个样子 有谁看得懂 写大家看得懂的东西 讲大家听 听得懂的话 为自己的权益呢 或者为今天 大家真的在乎的 新闻媒体的标准 这些的传播学者 今天你好意思回学校去吗 我告诉我 我作为一个新闻人 我再也不相信 这些传播学者 我再也不相信 新闻学给我的任何的训练 因为你们都很虚伪 其实这种事情 关心则乱 虽然这是民众党的家务事 就是因为是家务事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家务跟党务 最后会分不太清楚 就是陈佩琪固然很 我觉得柯文哲 本身是一个有魅力的人 不管他讲话怎么讲 你或许觉得 他这个时候失言 这时候讲over了 可是其实基本上面 他讲话你认真想 他有他的逻辑 那个逻辑 你喜不喜欢是一回事情 我觉得总还是可以 成一家之言 但是陈佩琪在旁边 关心是一回事 可是当你真的入党了之后 真的觉得民众党 不会是好事情 就是家务跟党务 经常会缴获在一起 会让党员在面对到 一对夫妻在主管政党的时候 你底下人会不知道 怎么讲话的 不是好事